我们最近看了很多不同的视频 关于就是苹果的技术机 你会见到的 对不对 你写什么的话 那个蛋默就出来 它帮你一次过计算数 是不是很棒呢 但是你知不知道 三星或者Android 有一个APP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但已经是出了整四五年 但是苹果刚才删出来 这个是什么APP呢 这个就是MyScript Calculator 你是可以写什么都没问题 答案就立刻写出来 你是可以这样 答案都可以出来 我当你比如说6乘以16 你写多少料都好的话 都没问题 答案就可以达到出来 如果你要写 526 Square 也好的话 那蛋默就全部出来了 除以 15 对不对 其实是很容易的 这个是什么APP呢 这个就是 MyScript MyScript Calculator 2 我先写了 但是呢 如果我先写这个APP 如果你是去MyPlay Store 你会发现到这个APP是要付钱的 你会见到 是要付三个几 OK 你会见到要付三个几 那我怎样是可以将它是可以 下载下来是免费呢 其实呢 我之前都教过你的 如果你不喜欢用APP 方法去下载的话呢 这个就没办法了 但是呢 我呢 就会用APP方式去下载的 我找到一个APP的 就是我的网站 我进去之后 到最下方 我还是要按下载 那一下再载它之后呢 我按Open Open了之后 就是这样完整整 就下载一个的 APK file 在我的电话里面 这个APP其实呢 是很有用啦 但是呢 我就是通常都不会再这样 去计算的 如果真的计算的话呢 我就用OK Google 去做事 没问题 之后我就这样开门 你会见到 全部的东西是一切正常的 没问题 你会见到上面是Clear 这里就是Decimal 即是点数 如说来推 所以变成是OK的 你可以慢慢玩 所以变成苹果出来的新的功能 我们三星或者Android一直都有 如果有朋友说 你没见过新的苹果新新新更新的 你可以再回答它 我们一早已经有了 OK 其实不是很难 但它就可以立即帮你做到很多东西 最后一样东西 就是三星本身的技术机 在三星本身的技術机 你会见到苹果出了一个就像这个这样 你将它叽环的话 就会变成很多东西可以计算 如果你按这个间斜的话 你会见到它是可以帮你计算时间的converter 给多少贴士、速度 例如 data 一个kb 等于多少MB 例如草量等于多少MB 如此类推,不断做 你知不知道一直都在手机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些朋友说 你没有见过新的苹果技术机 三星的技术机一直都已经有齐这些功能 希望这集能帮到你 按订阅按钟仔 每次有新短片的话 你们一起通知 这个就是技术机的功能 你会见到这些功能 还有一个叫My Script Calculator 这个在我的网站里面 你是可以下载的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集再见 拜拜